第121集 劫狱 寂静的深夜之中 突然有三级快马狂奔 从大道上直直的向着大牢方向冲过来 提声如雨踏碎了夜色 什么人 听住 大牢入口处一声爆喝 围墙上同时升起了一大片的弓箭手 弓弦上闪亮的箭头一排一排 在夜色中发出了悠悠的光芒 今夜当值的是谁 现身回话 三级快马停了下来 后面两人身穿太子府侍卫的装束 但当先一人却是穿着变装 此刻正高居马上 一双鹰眼冷冷地看着大牢的大门 大门的暗影处 一人用低沉的声音道 雷霆玉骑 铁云千秋 来人毫不犹豫地答出暗语 问道 是李统领还是周统领 在下李某 阁下是太子府的哪一位 还是面生呢 大门内一个人狐疑地问道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奉太子令 今夜大赵将会有所行动 敌人实力甚强 太子唯恐大牢有失 特意派本座前来协防 那个人冷冷地坐在马上 开门 牢房重地 寻常人不得出入 纵然你能达得出口令 也是一样 李统领立声刻道 要进大牢 可有太子守令 或者玉座千章 玉座千章没有 不过太子守令 我有一份 马上之人冷笑了一声 从怀中取出一封信 拖在手上 扔过来 李统领并没有放松警惕 马上人眼中的冷光一闪 接住 抓住那信的一脚 猛然扔出 那单薄的信纸 竟然激烈地旋转起来 在空中发出锐利的尖笑 飞过了五六丈的空间 落在了门前 铁门还是没有打开 只是刷的一声 从墙头上 垂下一个铁锁连着的铁爪 垂到地上 突然一合 将那信纸抓在里面 然后慢慢的升了上去 就在铁锁升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一道荧光闪现 啪的一声 铁锁断成两截 接着七八条黑影 从四面八方闪现 只是一闪之下 就已经有五六人冲上了墙头 刷刷的奴剑的声音响起 整个监狱大门的上空 顿时就变成了一片奴剑画作的铁幕 铁云兵甲之锐 天下无双 这句话 仅仅从这守卫监牢的军士们的反应就能看得出来 猝不及防之下 竟然数百人一同开弓放箭 并无半点慌乱 但是其中有五个人毕竟已经冲了上来 大开杀戒 另外几个却是一略而下 青烟一般的闪向骑马而来的三个人 那三人也是不甘示弱 从马背上积略而出 对上了迎面而来的五人 一时间 里面外面同时大打出手 尖锐的号角声响起 整个铁云尖牢 顿时就沸腾起来 无数的兵兵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 附近的几个军营也同时响起号角 不过片刻就听见马蹄声如雷 从三个方向滚滚而来 越来越近 那五个人冲进了房顶才发现 他们冲进去的这一刻 突然脚下院子的上空 整个的升起一张大网来 那网上钢刀闪烁 明晃晃的遮住了地面 铁云左面的监牢 唯有从这个院子进去才能进入 然后在里面再分岔 却几乎是地下攻势 这面大网一照 里面的五个人似乎是毫无办法 反而尽力的避免自己站到墙边 唯恐被挤下去 这一来马上就变得束手束脚 四面八方的墙头上 弓箭手同时出现 拉弓瞄准 只等着一有疏漏 就有夺命的箭头闪电一般飞来 这形势对这几个黑衣蒙面人来说 可说极为不利 倘若按照这样发展下去 他们不仅攻不进大牢 还有可能会现身在这里 但是事情就如此的简单吗 门外一方的战斗 却是铁云一方落了下风 三名高手对付人家五个人 功力还是远远不如 几乎一个照面就落在下风了 碰的一声 其中一位身穿铁云侍卫服饰的人 被一掌击中胸口 哇的一声吐出一股鲜血来 皮球一般的翻滚出去 一个黑衣蒙面人凝笑着追上去 一连六脚踢在他的身上 却又不杀死他 只是残虐的玩弄 他大声的惨叫 大声怒骂 却被人像踢皮球一般 毫无还手之力 里面的众人见上面的情势稳住 刚刚松了口气 就又被面前的残酷现象 击得牙子欲练 那名便服的中年人 一边竭力的抵挡敌人攻势 一边惨烈的大吼 李同龄 千万不要开门了 他们是故意的激怒你们 你只要开门就给了他们机会 我的兄弟们死不足惜 但牢房种地 万万不能有事 声音激烈 质地有声 配合着他口中身上不断飞溅出来的鲜血 显得更加壮烈不已 门内 几位军士满脸愤怒 看着外面的残酷打斗 都是双眼含泪 有一位大汉 猛然扭过头去 狠狠地在墙上打了一拳 闷声道 好汉子 就在这时 三面提声同时来到 军容整齐的铁云军队 在这一刻终于到来 风景 扯呼 一声尖叫 墙头上的五个黑衣人同时飞起 雨剑如雨 飘泼而下 向着五个人射来 暗影之处 又闪出一人 全身裹着灿烂的剑光 凌空一转 将那雨剑全部削断 喝道 你们快走 我断后 五个人头也不回 连连的起伏几下 身形已经消失 而门外的五个人 也已经腾神而起 其中一个 居然在临走的时候 狠狠地在那中年人身上 打了一拳 又狠狠地 在躺在地上的侍卫身上 踹了一脚 将那个人的身体 踢得高高地飞了起来 沉重地又落在地上 鲜血狂喷 然后 这几个黑衣人 才长笑一声 闪电一般地离开了现场 大军合围 地上 却只留下三具 破麻袋一般的身体 快 快向他们抬进来 看看有救没救 李同龄眼中含泪 竭力地大叫 几个军士急忙 放下软兜 将这三个人 小心地抬起来 他们都已经昏迷不醒了 身上的鲜血 却是呼呼地往外流 终于到了门前 铁门打开了一道 仅中两人并肩走过的缝隙 抬着担架的军士 打了个招呼 往里就走 就在这时 变故突生 担架上的三个人 突然一跃而起 出手如电 几个士兵 顿时就咽喉喷血 倒了下去 其中一人猛地一掌 击在已经敞开的大铁门下 光当一声 一声巨响悠悠地传开 那声音之大 竟然震在旁边的几个士兵 双耳双眼中流出了模糊的血迹 三个人已经从大门之处 冲进铁门之内 贱人就杀 如同风虎一般 快放下千金炸 李统领又悔又恨 扯着嗓子大呼 想不到 敌人竟然如此奸诈 竟然利用了这等苦肉计 完了 那位锦衣中年人哈哈大笑 他已经冲出了门洞 来到了院子里 右手往腰间一抹 一柄骑行大刀突然出现 然后纵身而起 吱啦一声 将那铁网 劈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另外两人每人拉住一头 用尽力气向两边猛然一扯 那铁网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响 向着两边猛然裂开 网上的刀剑也随之冲了出去 竟然笼罩住了一大片 正往这里赶过来的士兵 尖锐的长笑再次响起 十五条人影如同天乱飞仙 从天而降 从那破开的铁网入口处 跳进了院子 原来 他们并没有走 只是来了个欲擒故纵 而且他们先前出动的 竟然还不是全部的力量 李统领怒瞪双眼 疯狂的冲上 却被一个黑衣人一脚踹在胸口 连人带刀飞了出去 飞出了好几丈远 一个魁梧的身子 突然在半空之中 四分五裂 老三 领着你的人在这里堵住门口 我跟老二进去看看 一个黑衣蒙面人大吼一声 好 一个身形略矮的黑衣蒙面人大笑一声 横着刀拦在了门口 六个黑衣蒙面人各执刀剑站在他的身侧 这里正是最窄的地方 而且有一个拐弯处 若是箭矢 那就一躲就没事了 铁云的军队疯狂地冲了上来 另外的十二人却分坐两路向里冲去 为首之人手段最是残暴 在短短的时间内 被他抓住的守卫已经有四五个 每个人都只问一句 最近抓来的药犯关在什么地方 问一句 只要是没有回答 就一把掐死 再抓下一个 在 在最里面 在他抓到第十七个人的时候 终于那个人颤抖地叫了起来 很好 黑衣蒙面人一刀干脆利落地将他的头剁了下来 为了报答你 给你个痛快吧 说完这句话 他已经旋风一般地冲出去了七八丈 同时纵声大呼 在这里 另一边的六个人 刷的一声转过身来 十二个人就像一柄尖锥 往纵身扎去 这一路的阻碍明显增大很多 而且守卫的功夫 也明显比其他地方高出几个档次 十二个人虽然感觉吃力 却也是越来越欢喜 看来就是这里没错了 小心 正在飞速行进之中 突然最前面的那个人 猛然一声怪叫 闪电一般地往后跃出 原来在他面前的地上竟然无声无息的突然间出现一个大洞 足有两张来款 他若是前冲也就冲了过去 但他身后的战友却一定会有人落进去 所以他不往前越过 反而是退回来 用自己的身体阻止了同伴 金马骑士堂众人的配合之默契可见一半 就在他的身影刚要落下来 还没落下的时候 突然间两边墙壁突然裂开 七八股乌黑粘稠的液体突然倾倒下来 火油 为首的宝马骑士大骂一声 大家快先越过去 十二个人同时起身 刚刚越起 就已经有无数个火把扔了过来 砰的一声 背后顿时烈火熊熊 火焰的燃烧 几乎要将几倍烤熟了 而前方不断出现翻板和窟窿 无数的火油 就那么从任何一个有可能出现的地方冒了出来 在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 十二个人只有尽力的提气前阅 丝毫不敢驻足 因为身上已经沾满了火油了 只需要慢上一丝 就能引火烧身 最前面的宝马骑士 一掌卷得从头顶落下的火油倒卷而上 不顾一切的向离闯 突然间 最前面的三个人同时脚下一软 身子猛然间就向下落去 却原来 这看似平整的脚下 竟然是一个陷阱 三人同时大惊失色 火光映照下 明明见到这上面有几个脚印的 为何居然会在这里出现陷阱啊 但是三个人来不及多想 身子已经向下落去了 他们一路纵越 虽然都是武尊修为 但到了这里 一口气也已经泄了 正是就力已尽 心力未生的尴尬当口 根本来不及 跃起就已经掉了下去 砰的一声 整个通道中突然充满了黄烟 那陷阱里面也传出了一声短暂的惨叫 这里面这么多毒药啊 我中毒了 你们两个踩着我上 快快 很显然 有一个人受伤 而且中了剧毒 只是这么一句话 说到最后 竟然已经呼吸困难 黄烟弥漫之中 人影刷得一闪 两位黑衣蒙面人热泪盈眶的冲了上来 下面那位同伴已经是无声无息 好霸道的毒啊 竟然还未到一号的牢房就损失了一个人 这烟里面有毒 还有春药 一位黑衣蒙面人惊恐的大叫起 卑鄙 楚颜王你好卑鄙的手段 剩下的十一名黑衣蒙面高手 同时咒骂起来 只是中毒没有受伤的话 毒进不了血脉 倒还不要紧 以众人的功力 完全可以阻住 甚至可以一边打斗 一边将毒逼出来 但是春药就不行了 顺时间 十一位黑衣蒙面人紧紧的紧身衣里面 下体都已经高高的鼓起了帐篷 人人满脸憋得通红 眼中也出现了亢奋的血丝 春药 大家才发现 这个世上最毒的并不是毒药 而是春药 这玩意儿太难缠了 在这个档口中了春药 那可怎么解决啊 裤裆里硬着跟铁似的 到哪去发泄啊 血脉奔章啊 第一百二十一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